日谈三人行 今天我们请到这个采富兄啊 还有这个广建兄 来了解这个世界上大事 最近这个世界呢 真是一团乱 是吧 这个美国也乱了啊 韩国也乱了啊 这个中国呢 这林丹也出轨了 我们就聊聊林丹出轨的事吧 这个是吧 对 林丹出轨的事 那就久请林丹 大家好 我是潘才夫 我是小伙子 刚刚这个模仿了一下我的偶像啊 窦文涛老师 这可真没听出来 那咱们我们重新录一遍 不行了 主要是没有朱又廷 又廷 又廷最近 对对 快升了吧 是吗 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 跟谁啊 你说跟谁啊 多文涛啊 这段我接下来 他给多文涛 没有啊 这个又廷啊 前段时间不是结婚了吗 我觉得看节目这个事 特别有意思 就跟很多人听了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一起成长一样 我看腔腔的 也是同时又廷 跟着他们一起怀孕 单身 然后交男朋友 突然就结婚 结婚之后怀孕 马上要生孩子 你看什么 义军刚生完又廷又生 就好像就是我跟他们一起啊 下一代的感觉 有你什么事啊 有你什么事啊 有你什么事 同杯同喜 是吧 不就是 予有荣烟 是吧 没有 也贡献了一份力 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个 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跟刚才我们开这场 有点关系啊 因为最近 这个世界有点乱啊 这美国也乱了啊 风景这边独好 对对 韩国也乱了 我们这就没什么大事啊 顶多就出过鬼什么的 然后为了聊聊这个国外乱这些事呢 我还特地把最近的枪枪恶补了一下 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 他们聊了几期啊 加在一起都估计得有七八七吧 不止 你想想从预测就开始聊 几个人裸奔呢 裸奔 最后裸了就一个 奔的时候是 斗文涛陪着你那哥们叫什么来着 王冲 王冲 对对 一块奔的 说一下联龙去脉 就是在这个 美国大选之前啊 就是潘斓夫的这个朋友 王冲在上面大胆预测 说特朗普要是能当选 我就裸奔 斗文涛说他陪着 陪着 结果这二位最后就全都舍在里边了 后来斗文涛就义正词严的说 我陪着 但是我不是裸陪 没说裸陪啊 对对对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 那我觉得他其实这套啊 给王冲自己套上去了 对啊 所以说啊 就是很多时候你跟人打赌 可以打 但是你一定要给自己设计好贿赂 你在说王有山包 你在说我们的朋友王有山是吗 设计一些严的陷阱 直播持乡的王老师 直播持乡 对王老师那事 真的也是 他还挺执着的 就在微博上跟人对骂 骂这事 骂得有一礼拜 其实有很多人 给他支招 说你不是在 神探亨特张里面演贼吗 在卫生间里面吃香 其实吃的是巧克力 你在造巧克力吗 对啊 包括送酒不就完了吗 但是王老师急了 就急了 不行 我说我吃香 就得吃 不是 我说我直播吃香 对 我没说直播我吃香 这个反驳有点苍白 一个区区美国大选 国内有时候都是事了 对 然后除了裸奔的之外 前两天我大选之后 还有一组嘉宾 也是在我们墙墙上 打起来了 然后我还看了好几遍 饶影是吧 饶影 饶影 在一样无际的大草原上 那个是饶影 饶意 饶意老师 饶意 饶正义老师 这个真是看的人 就是觉得太刺激了 咱这期是植入枪枪 那我们得让 豆温涛老师听一下 给他听一下 下次让亲自植入 那可不可以 这太好了 亲自植入 对吧 枪枪什么二套 枪枪二套 小枪枪 插一句 我们今天是在方家胡同 我们的一个录音棚 录音 特别棒 特别高级 特别高大上 特别幸福 对 我们现在都光着脚丫子 你们有地毯 同志们 所以我们给这个 录音室写了个名 叫方枪枪 方枪枪也得掏钱了 对 必须得给钱 说过来 饶意老师 他前段时间也上了枪枪 跟一个叫刘元炎的 两个人都是教授 饶意是北大的 生物学教授 他是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的 是被我军 当做当代前学生 给挖回来了 而且专门给他建了一个 学院实验室 给了非常好的条件 饶意呢 是饶意吧 饶意 不是饶影 对吧 不是饶影 饶意最大的一个新闻 是叫落选中科院院士 真的 非常多的人给他名不平 很多人喝彩 因为他的学术 现在有很多人在喝彩 现在有很多人在喝彩 学术贡献很大 但是年龄不够老 你看我们的院士 基本上就 振宁老师 振宁老师 不知道是不是院士 基本上跟美国总统 基本上就告别研究之后 再入选院士 饶意呢 年富力强的 等等 火力症状 对 其实学术贡献很大 主要体现在的枪枪上 然后枪枪这题就热闹了 就是饶意老师 跟对面的北京电视学院的 科卓教授刘延岩 同时刘延岩也是A站的CEO 两个人就枪枪下来了 真是个枪枪才是行 最后这都跟他拉架说 你们饶了我行吗 就说行 实在听不下去 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饶意他是比较 所谓的白左 然后非常的反对川普 觉得谁支持川普 我就拉黑谁 然后对面的这位嘉宾 就听不下去了 说你这是文革一封 两个人这就肯定打起来了 实际上饶意是代表了 美国的主流的知识分子 和主流媒体的观点 他们实际上是联合反对川普的 美国的大学校长和大学老师 一听说川普上台了 不上课了 说今儿放假 哈佛的校长还给全体同学 写了一个公开信 我没看具体内容 好多都写公开信 包括苹果的库克 包括纽约时报的社论 我看完之后也是很心情很沉痛 很沉痛 说什么了 就是基本上他们觉得 这个非人类当了我们的总统之后 将领着我们走向末日 这种感觉 我觉得美国人民和小伙子 给川普拉猛了 你不是川普粉丝吗 也不算 因为我知 我知他的唯一的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他跟我同一天生日 然后我一说我跟美国总统 啥星座的呀 双子座 绝在双交 生日逼 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他是女的 他跟我说 你看我希望 因为我是女的 所以我希望有一个女性 能够当美国总统 让我骂了一顿 我说你这个 屁股绝腾大脑 真是就没脑子 他说你骂的对 现在我就要骂你 你骂我 跟你天生日 有没有了不起啊 但是小伙子人家赢了 赢了 你怎么跟获胜了似的 对不对 因为我也是川粉 我也赢了 其实我喜欢希拉里 来来来 是吗 68岁 68岁 口音都变了 真的 在整个的比 在整个 这真是个比赛 整个的游戏 我觉得更像一个游戏 取手之前 你们是不是还是都是觉得 说川普机外没什么戏 我也差点直播 我差点直播 其实之前我觉得一点 他能获胜的希望 我觉得都没有 他就是个过来捣乱的 我相信 我说最后肯定是西拉里会获胜 但是这个结果真的非常意外 我原来觉得 大家来看他逗逼 然后就选西拉里 捏着鼻子选西拉里 因为西拉里作为一个 几十年的老牌政客 那做下的这种坏事 听诸难说 其实中情局都知道 都知道的 小本本上都记着呢 美国人民其实也知道 就是克林顿政府 包括奥巴马政府 其实因为有很多要害的决策 都参与的 包括他的很多的负面 也都会出来 三万多方邮件 这个邮件里边很多 包括他的一些爱好 癖好 对啊 但是真的是大翻盘 大翻盘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 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学话题 因为现在很多的学者 在研究这个东西 就为什么 为什么沉默的 大多数在美国 也成了这么强大的一个力量 他们用选票就掀翻了一个 势不可挡的一个人 互联网时代 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整个的政治生态 就是是不是有的人 比如像马云那样的人 或者像 吴亦凡那样的人 就可以当总统 还真是 真的是有可能 因为大家 民意啊 通过互联网 来看这个人的表演 因为现在在英国 人气超旺的一个政客 原来的伦敦市长 那个同性恋 叫约翰逊 他就是依靠逗逼 来博取的超人气 你看这个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他就直播 从空中飞下来之后 挂在空中了 拿着这个英国的小旗子 挂了很长时间 我当时在伦敦 我看着这个电视屏幕 和伦敦人民哈哈大笑 觉得之后 我们这个市长太逗逼了 就是喜欢这样的 我觉得这种有点邪门的 有娱乐精神的 有煽动力的人 有可能会以后 会很容易 更容易上台 这么一看 我也有戏 你有戏是吧 这胡说八道 给我们表演一段 这胡说八道 我们表演一段 我每一句话 都是在胡说八道 就是你一定要像饶意那样的 用形式把内容给覆盖掉 他那太厉害了 我就是正义 反对我你们就不对 对 有很多叫领袖养成的 这种技术里边 就包括我们的成功学大师 就是要下断语 要不容质疑 要给人们以信心 替他们做决定 都是口号式的叫嚣 对 所以我觉得 美国大选的辩论 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 我觉得他真是 特别能体现川普的 他的方法 对 就是典型的 用我的总结 就是乱权打死老司机 老师傅 老司机 对 因为你看 谢大理 是吧 他老公就是总统 他当了这么多年国务卿 他对这些政治的这种演说 这种套路 是非常门清的 结果他每次面在那种 特别庄重的微笑 然后滔滔不绝 启程转合 在这正面演讲的时候 川普就在旁边说 你说 你要是行动的话 你咋干嘛去了 你说 你是不是反对奥巴马 对 你说 然后就 永远在打断 别人能说话 不行了 打断 然后不停了 就那两句话 对 这个想起 王硕写过一篇文章 标题要躲 不不 王萌 王萌 躲避崇高 就是你会发现在互联网时代 所有的神圣的 仪式感的 崇高的 庄严的东西 一定是被解构 被嘲笑的 对 就是一个人 就是很粉末登场 道貌岸然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弹幕他 对 对 对 希拉里就是一本正经的去讲的时候 美国人民太了解他了 都知道他实际上是做了什么东西 反倒觉得另外那个人22的点挺真实的 但是像 其实川普这个人你说他要多可爱 他也没有多可爱 主要是希拉里这人太 的确不说人话 不说人话 而且我觉得就是由于就是这些年吧 就很多的那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这种导向 让很多人其实心里面他其实会有一些想法 但是有 因为政治正确 这堵墙在前面 大家就不敢说出自己心里真实的那种想法 因为这话说出来你就不对 对 但川普就把大家心里想的又不敢说的那些话 就公然的在大屏股之前说了出来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很爽 是 咱都是搞媒体的 都是媒体人 都是媒体人 都是做衰落的报纸这种的 我没有 就是美国的主流的媒体这回就被啪啪打了 对 因为他们全部都在发声支持希拉里 不代表他们喜欢他 而是他们特别提防着川普 因为是一种邪恶的或者一种不正常的力量 可能会把美国带向无序 带向深渊 他们会联合声明 但是这个力量是左右不了的 咱都知道A西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 不知道 背书 来来 老贝 就是他是意大利首富 白手起家的业余歌手 这跟你们俩不是同行吗 人家成了首富 总理 而且控制着全国最大的媒体 报纸和电视台 他就通过这种手段 通过经营A西米兰俱罗布 就当上了意大利总理 而且身上罪行累累 检察官就一直起诉他 但是他当总理的时候有豁免权 他任期一到一下台 就马上起步准备抓他 这哥们就我再选 就是他启动了他的媒体机器 他就成功的就又选上了 又连任了 他对一个这种意大利这种国家 他控制的媒体是可以让他的老百姓 向他投票 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坏蛋 没事开party 对 但是现在的这种力量 我觉得 就是人们通过互联网去了解一个人 或者互联网和自媒体之类的 对人们的刷新 和社交工具 Facebook Twitter这类的 会给人们更多的信息 已经很难有一个权威媒体发布了 对 而且希拉里 他的宣企团队 还是太依赖成了门前那一套了 对 他有自信 因为他用这东西用了几十年 他觉得这东西是文文的 所以有人说川普的那种 有破绽的2B表现 是设计的 都是这个 实际上人家是智商超高的一个人 他击中的 他肯定不是个傻子 这是肯定的 对 他击中的是一部分 就是或者一大部分 这种喜欢真实的 不喜欢高大上的那种人 就是所谓的真小人伪君子 对 就这个说法 大家都是有那种说打破规则的那种爽快感在这了 就看他就不断的 做剧 不断不断的去把那些原来定好的东西一个个的去打破 然后甚至他说 我要盖堵墙 把他们都拦上 不让他们进来 有很多人会听 这听着挺爽 我觉得是这种 很多人会觉得 是一种狂欢 对 反正两个人在台上 一个是在说废话 一个是在说胡话 对 然后呢 那些 一个是假话 对 那些精英阶层的说 他虽然是在说假话 废话 但是还是他看着比较靠得住 然后这些真的是老百姓 比如说那中下层的白人 会觉得说 我受够了谢大利 受够了他们这一家子 受够了民族党那套嘴脸了 对 我不如把这说胡话的弄上来 看看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但我要是 我如果是饶益老师的话 我就直接就啪啪你了 对 你这不对了 因为要用数据说话 因为实际上 我看的资料 未必正确 就是在美国中下层 下层是更多支持希拉里的 你说的是底层 如果是说那些什么少数族裔 那些什么偷渡的人 他可能喜欢喜欢希拉里 因为希拉里他要 未必是少数族裔 包括经济的底层 经济的底层 实际上支持川普更多的中产阶级 更多一些 这是我自己看的资料 未必有说服力 实际上他们说 美国人民表象是看你狂欢 实际上他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 谁对他的个人利益 是有能保障 他是就选谁 所以美国人的个人理性 倒是有人这么分析 他们俩从政治上的一些 未来的所谓举措的最大的几个分歧 其中第一个不就是希拉里要加税 然后川普要减税 对吧 还有就是希拉里是跟奥巴马 是一脉相承的 奥巴马 而且说我要保住我的政治遗产 但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 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到底是受不受美国老百姓欢迎 一改是吧 一改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话题 对 其实我真的认真仔细的看了一下 琳达老师分析美国大选的这个时候 为什么川普选上 他就举了他的邻居和普通的美国人 和中产阶级的这样 就是奥巴马的一改对下层人是有好处的 就是如果你的收入是低于一个什么水平 你可能看病你花的钱就少 就很少 他要求企业也会包你啊 但是对于收入超过这个一定数量的美国的中产阶级 他是大大增加了他的成本 他每年要交的这个医保的费用就会增加 而那些人说啊 这是琳达说 说那些人实际手里没有余钱的 就是当他需要每年多出一两千美元去交这个 这个费用的时候 有些人就交不起了 对 我就是你剥夺了我不交这个医保这个钱的权利嘛 对 所以这些人是盼着奥巴马的这个一改啊 能够废掉或者不起作用的 因为本身这种高福利的这种这种形式啊 可能在北欧啊什么的会更多一些 但是像美国这个社会 它本身的建立起来就是一个所谓的奋斗的社会啊 对 但是 所以大家可能不会认同说 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给穷人来花 他的那个一改跟欧洲的那个全民福利还不太一样 就是他实际上是保护了就是收入很低的那一部分人 就是这也是民主党他一贯的一个方式 民主党是属于稍微有点小分心了 他没说完他保护的不是美国的大企业主啊 特别传统的价值观的利益 他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非主流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像奥巴马 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在攻击目气沉沉的共和党什么的 之后上台的 所以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 在美国看来比较激进的一个一个福利措施 对 并不是汇集全民的 他挑着 这是一种说法 像咱们三个这种没文化的 也只是姑且一说 对 也没美国生活过的 对 看看热闹 对 也没有看过像饶益老师那么多书 别黑人家了 我们都是红文明小将在饶益面前 对吧 对 如果我有幸跟饶益在一块这个同场的话 那真的 我基本上让他枪枪二人行 我不说话 你不行 我不说话 你不行了 对 我不能还跟那个刘弹言在微信里聊聊这个事 我要说我正在看你在 因为有一个人是A站的CEO 对 他就把这视频放回来A站 对 让大家去弹幕 让大家去弹幕对手 然后我说你这个有点意思 对 过得有时间过来 咱们也可以 我觉得他把他在节目里边失落的心 要在他站里边搬回来 他肯定看 搬回一局 每天就刷那个弹幕 看就觉得心里好爽 这饶益有无数只草泥马 在这个弹幕中实现了 没准自己还自己画面几个ID 让自己去刷弹幕 自己刷弹幕 说什么什么中国人落选 什么应该的 就为了真实自己再来发几个骂自己的 不过说这个 我想扯回一个话题 就是说 作为一个中国的 像我们这种 真是纯吃瓜群众 对这样一个事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标准的端正的态度 我们的端正的态度有 就是如果民主是乱成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宁肯不要这样的民主 对吧 我们这不是我们的统一的价值观吗 你这句话 点评的非常到位 别着急 我先进首歌 插播一本广告 我先进个广告 好 然后这首歌来自于小伙子 广建兄的推荐 这是个献给他的偶像 Mr.B格 川普先生 谁就成为 怎么着就成为偶像 我其实就当做一个闹剧来看 当做一个电视节目来看 那就是来自于他们的一首歌 叫做Wide World 就是疯狂世界 对 这世界其实现在真的非常的疯狂 好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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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场我记不住啊 回头我得上网再看一遍 学习学习啊 回去之后上网再看 发现 好像也就说了一些那种 骗摊 骗儿当话 骗摊儿 也没觉得这些东西 但是就现场就有这种 现场真的是 让你头皮发麻 头发能竖起来 你试试 你也不行 所以你让他去跟川普变一变 我觉得游戏 你们觉得要选罗永浩怎么样 我觉得罗永浩 罗永浩行 罗永浩行 罗永浩可以啊 对我对你们这些罗粉啊 请大家稳定一下情绪 我就要出来了 我今天刚下载了 他的语音导航 对对对 我们要出发了 对我听过这个 太逗了 对对对 作为一个标准 万年罗黑 我觉得他这种人呢 自带招黑体制 你用我的锤子录着音 你黑我们锤子 我没黑锤子啊 我只黑老罗呀 我对人不对事 对你看你叫这些朋友 什么罗永浩 什么罗永浩 他们都是有当总统前置的人 对对对 咱们这些节目是干嘛呀 打算乱就不干了 是不是 不过了 把所有人都黑一遍 没朋友了 我们选的是美国总统 对 我们选罗永浩当美国总统 他们能战败美国总统 对选台上 罗永浩 这是我们给他的荣耀 罗永浩是交GRE的 和填空 和填空 老师 去英语发表演讲 I OK 雷军 我觉得雷军也有戏 雷军也有戏 雷军用语好 其实不错 Hello Indian 就是那些 凡是具有魔性的人 都是有戏 对的 因为 不管时代 到了哪个朝代 就能吸粉 能有煽动力 能洗脑的人 一定是能够靠选票 或者说靠群众拥护了 上来的 通过川普 朴槿惠 杜特尔特这种的人 我发现在每个年代 都有一些疯疯癫癫癫的人 是能够征服人的 尤其韩国 韩国是 有一个数据 韩国是邪教数量 全世界第一 你说是邪教门派 全世界第一的 说这个邪教是谁定义的 是韩国人自己定义的吗 外人这个世界通用的 一个 这个 你比如正规的教派 比如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他实际上 他会许诺一个终极天堂 这个大家都是一致的 你如果忍受现实的苦难 你就能得到来世的欢愉 但是邪教是不这样 邪教让你在人世间 就能得到天堂 现实吧 如果你能够升天 或者你能够 把自己的肉体 消灭掉升天 或者你把自己的财产 捐献给教主 你就能升天 或者说还有一个 就是他会预言 世界末日 马上到来这种 这是邪教的一个 宗教特征 恐怖的 这种叫 异端邪说 或歪理邪说的 就是有很多人说 这个 邪教也要支持 有些人说 这也是宗教 但我实际上会觉得 你 你凡是宣传这一类的 倾家荡产 跟着他 不许有自己的判断 你或者说 集体自杀 以上天堂 这种的都不靠谱 对 都不靠谱 而且朴槿惠 这个韩国 这个女总统 最近也因为 这个邪教的事 对 惹上麻烦了 最新的新闻 是说 他派他总统府 查出一堆 伟哥 伟哥 说是给他治病用的 他们辩解 是给他治病用的 伟哥好像 是不是有时候 给一些动物 是会看病 是吧 好像 比如配种的时候 好像 你硬说的话 跟什么心脏 我想起来了 什么 就是有一些 中国捐赠的大熊猫 到了国外之后 这个男熊猫和女熊猫 俩人不来近 不来店 他们基本上就采取 最后没办法了 就采取看黄片 吃伟哥 看啥黄片 人的还是熊猫 你就疯了 不是饲养员 不是饲养员 就是给这俩熊猫 放在色情片的屏幕前边 让他们来看 激发他们的情欲 那里面放的就是熊猫了 就是里面放的是 屏幕里边 是熊猫 要是我的话 我就给他放 世界上所有动物的 交配大权 说不定他看哪之后 就来感觉了 我们怎么说熊猫了 对 朴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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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教 就是也不能把所有的问题 就是朴景会的问题 不能完全归结于邪教 而且韩国人呢 因为韩国对教派的定义 是稍微的比较宽容 尺度比较宽的 对 所以他的这一块的 就很发达 很繁荣 咱们前几年被抄的 那个东方闪电 你们听说过吗 全能神教 全能神 在我们河南 他不叫全能神 东方山殿 就是从美国传到了东北 从东北传到了河南 这个美国这个教室 谁办的呢 韩国人 韩国人 你这不好好弄美甲 非要弄这去宗教 在美国的邪教里边 韩国人占了一大部分 韩国的教主占了一大部分 就是他们还比较 还真是比较擅长 我看过一本 美国人写的一本书 走出邪教 里面介绍的邪教教派里边 有很多的例子 是韩国人创办的 我们这不是为了歧视 或打击韩国人民 但是我说的大概就是事实 不服来变 不服来变 这个朴景慧的父亲 不是一个总统吗 对 他的父亲母亲都是死于非命 都被刺杀了 他之所以被征服 我看一些资料 是那位教主成功地遇见了 他父亲要遇刺 但是如果我处在那个年代 我也能告诉他 你也能遇刺 你爹要遇刺 他就是预测准了 而且教主让他老婆 模仿朴景慧的妈妈的声音和语态 来通灵 这教主说 我能让你和你的母亲对话 因为朴景慧是父母双亡 那心里就一个少女 那心情非常痛苦 幻灭 他说我能让你跟你的母亲对话 那我觉得他因为他母亲 他父亲在录像里面就很多 那个教主夫人就模仿 他母亲的这个声音就通灵了 景慧呀 什么之类的 就这种 说朴景慧看到这个 他母亲的这个形象 直接就晕过去 身心两浮 就是加入了就是很信服 这个教派的能力 你别说这 你现在说这 我现在都差点要晕过去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待会儿给你通个铃 别别别 你想跟谁对话 我想跟那个马尔蒂尼 马尔蒂尼 马尔蒂尼活着呢 伟大的意大利组护卫 只能给你请过来了 我觉得韩国人民这一点是受不了的 就是一个人能够被别人去控制 控制的表现就是 他的发言稿 全都要通过那个教主的女儿 闺调 对 对 审阅 还有就是基本上他的闺蜜团 朋友圈闺蜜团 控制了韩国的政治和人事安排 什么七仙公什么之类的 对对 八女头江 就是很多人就会 真的会发出疑问 就是像川普这么疯的人 像朴景慧这么迷的人 对 杜特尔特这么狂的人 对 怎么这都在三个民主国家凭借选票就上台了 这是一个现象 所以有人说这个疯子扎堆的时代 还有人说 就是我写过一篇文章之前 叫这是一个疯子给瞎子领路的时代 那个疯子非常准确 给那些没有辨别力的人 可能会有很大的感染力 煽动力让你来相信我 那就跟我们经常说八十年代一波很牛的政治家 什么科尔 英国的撒切尔 中国的邓小平 和美国的里根 我们认为这历史上这几十年来的也是强人 扎堆 他们也扎堆 对 而且一波一波都出来 就是这些疯子吧 就是他可能还要凶过一些信息的传播手段和媒介手段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 你通过一个互联网 你的视频就 哎呦 我想起来了 土耳其总统 对对 土耳其总统 忘了他名字了 那哥们就是一个 就是有人不是发动政变要反对他吗 对 结果就杀死了很多人 他的宣传片 那相当的具有纳粹色彩 你看过那个 我看过那个 这个王小山给我放的 配着非常雄壮的神圣的音乐 他就设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旗 就原来的土耳其的一个国旗 就是一个人爬上去 再一个人爬上去 就是拍的宣传片 最后无数人爬上去 把那个旗子给摘下来 细节扔掉 换上了他的具有穆斯林色彩的一个旗帜 然后那个旗子就飘下来 就是土耳其的人民觉醒了 那个片子就是看完之后 就会看像纳粹的什么浪潮之类的 那种内心充满了一种冲动 那个冲动就是说你想革命 你想去做一些事情 改变时代什么之类的 就像那威自仇杀队的那种 对 威自仇杀队 非常有煽动性的那种 非常具有煽动性 就是有一旦有些人掌握了 这种煽动的密码 他就会在哪怕是民主社会 他也会形成一种 具有独裁的垄断权 对 刚刚我说了一下这个爱尔多安 爱尔多安 土耳其总统 对 其实包括其实因为很多朋友 都去过土耳其 跟我说土耳其算是 整个这个世界上面 世俗化比较好的穆斯林国家了 对 但是爱尔多安回上台之后 就开始宗教回朝啊 是等等 也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些 所谓的贫穷的老百姓的支持 为什么 第一是他 这个经济搞得好 大家的确生活变好了 对 第二个是他 像你说这个洗脑 洗脑的洗脑术 尤其是具有 政教合一的 底蕴的 或者历史的那些国家 他的老百姓是 比较 服从的 对 比较服从一个主 当一个人来扮演这种角色 来向大家宣传 我就是上帝的时候 人们是容易轻信的 对 而且你像土耳其 本身是有这种军事政变 在矫正国家的 这每一个历史传统的 之前基本上每次都成功了 就这一次也失败了 失败 因为之前军队都是得人心的 这次军队没得人心 老百姓支持他 对 老百姓支持总统 而且关键在于 之前军队一政变 甭管我是把他抓起来 还是怎么着 只要让总统 跟这个民众之间的联系切断了 这个国家就是我们说了算了 结果这哥们 躲在一个什么卫生间 一个桌子底下 拿iPhone跟全国通话 完蛋了 连起来了 你们的总统有难 这特别像V字抽杀队 就是在电视屏幕里边 来来来来 来告诉你们 对 很多的像美国电影 什么之类的 他其实是把这个民众 给描绘成了 一个像吃了三十脑魂丹 之类的那些羔羊 就会被人们给驱使 总是会有一些疯子 或者是天才 就是疯子天才的掌握住了 统育民众的密码 人们经常会这样说 所以这些人是在革命中 能够成功的那些人 比如Stalin 我们再来进一首歌 好 刚才说了一下 这个疯狂的世界 都让我们觉得 这个世界乱套了 然后潘老师 也带来一首歌 来自于我们都非常热爱的 鲍伯迪伦老师 文学家 然后又选了他最有名的一首歌 没有之一 对 就是答案在风中飘扬 刚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歌词 好 为什么选这首 这首 因为没答案 就是这个年代 实际上是没有答案 答案在风中瞎飘 鲍伯迪伦 其实有点像 这个当年的屈原 搞的天问一样 他问的那些问题 到现在我们也没回答出来 实际上 就是关于永恒 关于政治 关于理想 关于内心 关于一些终极的问题的追问 对 听上这首歌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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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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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特别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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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哪怕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我们就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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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